第32节 吸烟犹太人敬畏生命 1964年3月4日晚上9点星期三 按指示 8点40 珍去街角的杂货店买包烟 因为商店离他有好几个街区 他不得不赶紧 并且天还下着雨 珍再一次尝试戒烟 这次的挣扎只持续了一天左右 今晚晚餐后 以泪水结束 这似乎是某种恐慌反应 以前也发生过 珍8点55从店里回来 他说他不知道 我们将有一个什么样的课 但是到8点58 他说他能感觉到它 课实际上开始于9点02 没有用线零板 晚安 首先 当然 我有几点意见要提出来 不仅能把鲁博的吸烟习惯 和他现在的人格联系起来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把他现在的人格 和过去的人格联系起来 他这一世的纪律性正在提高 而且已经改善 特别是自从青春期结束以后 亲爱的约瑟 他单逆于吸烟的原因 与促使你吸烟的原因完全不同 他很难改到这个习惯 尽管他正在戒掉它 而在过去一年里 他也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步 他的吸烟代表了过去生中 围困他的一种伟大不掉的贪婪特性 这一世的吸烟是一种残余 过去的贪欲涉及到更多的领域 包括暴饮暴食的强烈食欲 以及总体上的贪婪胃口 甚至是对智力和情感上的贪欲 不过这部分基本上他已经克服了 这一次 特别是自从青春期结束后 他能够放下其他类型的贪欲 让香烟代替了所有其他的东西 这里还有一种 我可以称之为空气恐慌症 一种对空气的贪得无厌的摄取 深深的吸口烟有事能满足 它甚至是一种忧逼恐惧症的基础 人觉得自己得不到足够的空气 或被关闭起来 鲁博甚至对丰富的食物 也有一种潜在的贪食欲望 现在已经克服了 不过虽然吸烟满足了 这些基本的老习惯 但他将能够放掉 他是一个狼吞虎咽的人 就是这样 贪食着思想 情感 气氛的人 在某些方面 他是一块不折不扣的海绵 吸收着一切可以吸收的东西 但他已经学会了纪律 并正在学习一定程度的耐心 这对他来说是很难的 这里还有一个 只与他当前人格有关的 持着烟的作家的自我形象 在这种情况下 香烟代表着独立 甚至是个人性 甚至是女性的解放 所以这一切都被捆绑在一起 形成了如迷宫一般的网 我希望当鲁博明白这一点时 这状况会让他好过一点 我说过 这也与他恐慌的吞咽空气有关 好像他永远都吸不够 有一事作为一个孩子 他曾因窒息而死 这与现在恐慌的大口吸气 也有关系 恐慌的大口吸气 是潜意识记忆的一种机制 我真的希望这番话对他有帮助 我今晚本来不打算再深谈这部分 但它相当有意思 他以为他要一种万无一失的方法 来满足自己 这种满足感似乎不会像 暴饮暴食之类的那样带来惩罚 现在的人格原则上一直在付出 但也接受了所有能接受的一切 我希望这也回答了你在这些方面 所可能有的一些疑问 约瑟 你今晚和珍一起去商店了吗 没有 我知道他去了一趟 这几节尝试戒烟的课肯定有帮助 习惯终究会让步 性格正变得更强大 将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就像过去他克服了对食物的暴食 和其他东西的贪欲一样 恐慌本身将不那么严重 只要鲁伯面对他 并明白这与大口吸气的关联 我知道一本有关自动催眠的书 相信这对鲁伯在这些方面 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这能让他绕过很多 来自自我的反对 那么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个习惯 已经根深蒂固 似乎也是一种对过去和现在的 一些需求和问题的 无害的解决办法 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 加重了紧张的情绪 并且也没有好处 这其中一种笃定 但不满墙的态度是重要的 恐慌的感觉已经减轻 鲁伯的自律也正在赶上 并正在克服他的情绪态度 所以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以及他会停止吸烟 真的前世是个烟民吗 不是 重要的是他在此狼吞虎咽的倾向 这一世他已经舍弃了暴隐暴食 在过去的生命中 他向来是没有节制的 无论是在肉体感觉上 情感上或知性上 这在许多方面都不是坏事 然而当无节制的人格 不加分辨时 那么基本的特质就可能造成不愉快 比如他总是很慷慨 很善良 甚至太过善良 另一方面 他吃喝太多 原则上他只是过度热切 他的出生环境 让他很难过度 担逆于生活中的丰盛食物 虽然他现在的母亲 用丰盛的食物 作为其他方面的补偿 这个例子让鲁伯开了眼界 实际上也让他开始了 自律的道路 我一会儿再讲 建议稍作休息 9点32休息 真相当的解力 但他还是知道前面的主题 他说 他通常是这样的 在这整节课 他说话的声音比平时稍微有力 踱步的速度也很平缓 他的眼睛漆黑如常 9点36恢复 这种贪食 你可以加引号 实际上代表了一种 对各种摄入的惊人能力 对知识的吸收也不例外 性急也是重要的 这种能力还表现在 对灵性知识 以及对所有与智力 情感和身体有关的 事物的渴求 我们当前的人格 拥有在过去生命中 发展出来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绘画的能力 现在应该多加利用 你所说的鲁伯的销售能力 也是过去的经验 以及某些其他的潜在能力 比如说种植植物的才能 他曾经是位极道家的装甲汉 这里有一种去经历 实验和付出的意愿 也有一种强悍的接受能力 过去的麻烦是 欠缺谨慎和自律 不过他一直是个 喜欢欢乐的人格 对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都比而远之 他这一世的早年近况 是作为一种需要的经验 而自己选择的 在其他事 他能够在没有太多 逆境的情况下生存 而这一世 他选择了麻烦的 真正悲惨的境遇 作为需要的挑战 不过他被激怒时的脾气非常大 他会立刻还击 然而他从不知道仇恨 这一世 他已经不得不 以一种最密切的方式来处理它 昔日的暴脾气 现在从鲁伯深深的怨怼中 可见一斑 鲁伯母亲的人格 在其他任何过去世中 都与他不亲近 出生的境况 是他在最后一刻才选择的 是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 母亲的人格 为鲁伯提供了所需要的经验 第二 父亲的异教徒人格 在某种程度上 像他自己过去的人格 尽管是一种 更加模糊和淡化的方式 鲁伯母亲后来的一次流产 代表了一个存有改变了心意 可以这么说 他曾经是位兄弟 鲁伯现在的外形 是他一直在下功夫的结果 他过去往往是高大 坚韧又魁梧 真为什么流产 鲁伯的流产 完全是另外一个原因 这一次 是你们在你们层面上的 最后一个轮回转世 原则上 不会有人格片段 被留在身后 如果我们真的有个孩子 会怎么样 这常常发生 比如说 这并不能改变 这是父母最后一次 轮回转世的事实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 孩子可能会觉得孤独 我还没有讨论到 这些问题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 在你潜意识心智里 有一个可以被称作是 祖先的鬼魂形象 当你们的双亲 是在他们最后的转世周期 离开你的层面时 这个鬼魂形象 就很难被铭记下来 那么你们所谓 本能的智慧 就不那么确定了 不过在人类历史上 有几个时期 曾大规模发生过 这种事情 它是这样一个 情况下的结果 就是绝大部分的人格 都多少是在同一时期 完成了自己的转世周期 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 是什么时候 中世纪代表了 这样一个断层 我也建议中断一下 这个时期 是从哪个世纪开始的 等你休息后 我会更深入谈这一部分 10.02休息 在上述传输过程中 真处于它一贯的 解离状态 这是非常平静的一节 10.07恢复 真传输 当中世纪开始的时候 一大批在罗马时代之前 和期间生活过的人格 已经准备好结束 他们的轮回周期 最高效的学习者 最聪明和最有能力的人格 他们从你们层面上撤回了 他们潜意识的知识和记忆 这也是中世纪知识 和学习衰败的原因之一 有一些在中世纪转世的人格 他们曾在罗马经历中生活过 然而他们并不是主导人格 他们无法传授 前世的知识和能力 只因为他们不具备 所需要的内在力量和能力 当然 也有其他发展得相当好的人格 但他们都在休息 当这些人格在几世纪后 再次出现时 世界可以说是重新站了起来 而这时 取代了那些轮回周期 已完成的人格的新人格 也开始使用并展现他们的能力 撤出发生在哪个世界 到十世纪末 第一组人格完成了 他们的轮回周期 从那时起 一直到十六世纪末 才有了一些有效的重新调整 到了十七世纪中叶 你们开始有了爆发性的 有意活动和知识的新推力 僧侣们抄写旧手稿 保存一些知识的残余 他们这么做是因为 他们在过去 与这些知识本身的 个人连结和经历 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 是否与这样的爆发有关 这两场革命都与之相关 代表着从雅典发起的 自由运动的一个分支 并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大不列颠在许多方面 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那些一直在休息的人格 相当定期地在那里出生 你们对自由持有 更一致的信念 没有必要像其他地方 发生的那样 发生血腥和不幸的革命 今天俄罗斯的情况如何 今天 那就说本世纪吧 土地以各种方式被开发 或未被开发 在很多方面 是出于人格本身的毛病 许多人格喜欢选在 气候宜人或温带的地方 重新出生 他们往往出于 这种自私的原因 聚集在气候宜人 政治局势不危险的国家 俄罗斯这个国家 过去是这样 但未来可能不会如此了 随着活动的增加 那里智性和灵性的吸引力 将吸引更强大 更聪明的人格 同样的情况 也将以某种不同的方式 适用于非洲国家 有个完整范畴的资料 我们尚未讨论过 所以这只是零星的 但我们会更深入地讨论 并没有什么规律 能迫使人格 使用他们所有的能力 人格不会选择 不利的重生环境 除非他自己看到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方式 能达成必要的学习锻炼 因此 极热和极寒的国家 基本上没有开发 但一旦开始发展 就会很迅速 一个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 只是代表在那居住的人格 为自己设定的问题 国家只是这种行为的架构 转世周期和城市的历史时期之间 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有时候 需要某种经验的人格 未必会出生在某个特定的国家或种族 我一直有些回避着整个议题 因为微妙的平衡是相互牵连的 而犹太人的问题 就必然困扰到所有的人 我建议稍作休息 又一次 当犹太人的问题浮现在我脑海时 珍马上开始谈起这个问题 她最近似乎经常接受到 我没有说出口的问题 10点32休息 珍解力如常 10点35继续 同样的人格并不总是在转世到 例如同一个种族中 你们的历史确实显示了犹太人受迫害的连续性 也就是对犹太人的迫害 事实上 许多时代有名的人物 也曾骄傲 辉煌 残酷过 并且曾轻视 迫害他们认为低于他们的人 这些人格往往具有多方面的才华 并且在过去 有着财富和权力的经历 他们自愿选择身为犹太人 这是一种业的补偿 并非任何意义上的惩罚 而是对所涉及人格的一种必要的调整 德国人对犹太人犯下的可怕恶行 当然不是特意要求的 然而这些犹太人中 有很多在过去史中 曾是非常残酷的匈奴人 那特定一代的德国人 并不是在报复那过去的恶行 这个讨论不存在报复的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 对所发生的事是没有任何借口的 犹太人一向展现出很强的财经能力 这些都是对财富知识的自然一流物 在他们的前世 许多人都拥有滥用了的权势地位 你们这一代作为一个整体 必须学会思想和责任的重要性 你们必须学会 基本上仇恨就是杀戮 这是个实际的教训 德国人和犹太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仇恨未存在于德国人心中 他就不会那样地被导向对付犹太人 自由一直在这里一如既往地运作着 我们吸取教训了吗 你们正开始吸取教训 鲁伯对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 射杀两鸟感到强烈的愤怒 就是一个例子 昨天中午去画廊上班时 珍看到更多死掉的两鸟散落在草坪上 这让他非常气愤 于是他打电话给警察 在与两个不同的值班警官交谈后 他被转到了警察局长那里 警长说 他是唯一向警方投诉的人 其他打电话的人都向警方提供了地址 并要求警方处理掉他们房地上的鸟 珍还给报社寄了两首关于这个主题的诗 他寄去的第一首诗已排定刊登 报社的人得知警察射杀鸟的消息后 非常惊讶 他们说会调查一下 除了自我保护之外 杀戮都将付出代价 杀戮的想法就是错的 比如说 如果你同意杀鸟 那你最终也会同意杀人了 你们将以最实际的方式 学会所有生命的神圣性 那我们为了食物而杀动物呢 在你们的层面上 猎人和猎物系统在现阶段仍是必要的 但它不会永远如此 有一天 你们将无需为了生存而杀戮 自然的平衡将自己照顾自己 这个时代会来得比你想象的还快 在你们的国家 如果有和平 你们将在有生之年看到它的开始 在上面的句子中 真又回答了我未曾说出口的问题 这包括废除屠宰场吗 肯定会 这就涉及到你们的智慧科技 它将足够有能力 用合成蛋白来维持人口 然而这种技术发展将先出现 相应的道德演化 很不幸的是落后发生 崇敬所有生命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理由 而人必须学习 他至今仍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事实 这也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理由 人通常有办法把他的道德观念 与他的日常生活事物分开 但这一点将越来越难办到 直到你们学会尊敬所有生灵 否则你们还会继续相互屠杀 还是那句话 这并不涉及任何意义上的惩罚 但放纵杀戮的观念 是不加谨择的 一旦你们允许自己杀生 就会杀害任何生物 在未来的生活中 这就涉及到种族的进一步调整 我建议休息一下 顺便说一句 约瑟 你这周做得很好 11.02 真解力如常 休息时我琢磨着赛斯 说我做得很好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觉得这周的工作很平常 我们还讨论了卡拉汗小姐的病情 我们从她的亲戚那里 听说她的病情正在恶化 并想知道赛斯是否会提到她 11.06恢复 回答你的问题 约瑟 你的朋友卡拉汗小姐 正准备她的离去 她的脑损伤已相当严重 据真在今早3月6日 见到的卡拉汗小姐的一位亲戚说 昨天卡拉汗小姐很有条理地谈到 她最近和她的两个兄弟 他们都已去世 一起愉快地散步 同时这位亲戚觉得 卡拉汗小姐似乎认不出她 或至少是不完全认得出她 我建议鲁伯 你明天不要抽烟 把那包烟留着 以备慌张使用 还有当你的鼻痘炎困扰你时 用热毛巾敷脸 不要用低剂药水 那会让状况恶化 当你的鼻痘开始畅通时 你就不会再体验到 那紧张的吞进空气或吸烟的能耐 至少可以到这样的程度 你想把烟和空气吸入肺部 你想把它们填满 因为你一度不能做到 而鼻痘的麻烦 与这种紧张的吞咽空气 有直接关系 比较放松的态度 会减少因不放松 而导致的呼吸急促和鼻痘紧缩 这应该是有好处的 另外 随着你练习瑜伽 开始养成的缓慢呼吸习惯 也会有好处 这条吸烟的习惯 也会在这方面帮助你 你有强烈的直觉 而且非常敏捷 但你可以学习拥有一个更放松的身体 现在的人格已经形成了一种恐惧心理 这是由早期的环境直接造成的 鲁伯害怕 如果自己不迅速采取行动 他将象征性地被抓到 并瘫痪 如同他现在的母亲一样 现在母亲的残疾 是该人格自身问题造成的 鲁伯在自己的条件下 不必害怕这种情况 然而放松的态度 对化解其他习气极为重要 他害怕放松 实际上仅仅是基于简单和表面的原因 因为他的源头不在前世 而在今生 恐惧是源于母亲对父亲嘲讽的结果 这个解释 相信即使在意识上 鲁伯也会觉得有道理 你们两人完全有能力 可以互相帮助 这应该会让事情变得容易些 而约瑟 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内在感官 我已经给了你们一些其他的一般资料 有点像大纲的形式 为进一步的课程做准备 这一周你做得很好 解决了一些关于你的绘画的挑战 我们的课程当然在各方面都将是多样性的 这是可以预期的 我偶然看到鲁伯写了一首关于两鸟的诗 虽然对诗歌我从来就不内行 但我不得不承认 我印象深刻 是哪首诗 就是鲁伯寄给报社的那首 顺便说一下 鲁伯总是觉得自己 与每一个生物都有很强的联系 即使身为男人时也不残酷 他只当过一次基督徒 就是在上一世 除此之外 他是异教徒 但总是以能让他感到亲近大地的方式 当然 这也是他对两鸟事件做出特殊反应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个特质是从过去保留下来的 我建议再休息一会儿 只休息一会儿就继续 是的 我知道下雨了 你们的春天就要来了 11点29休息 真有一些解离 11点33回复 对生命的敬畏 是任何拥有这种敬畏的人格 所保存下来的特性 它本身就直接增加了 理解和成长的重要因素 敬畏生命 也能让你以更善意 更有益的方式 去理解和对待其他人类 它能让你在行动和帮助时 不至于责怪他人的缺点 因为这些缺点 其实可能是他们出于补偿的原因 而做的选择 我不希望这节课过长 然而对生命的敬畏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我要强调它们 同时要强调 它包括所有生命和人类自己 后面我会讲到其他层面的创造 还要记住 当人类创造自己的伪装模式时 它也在历史舞台上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也是它的创造 这是值得记住的一点 这节课非常平静和愉快 我重复一遍 某个晚上我们将开个派对 现在你有了录音机 当我们开心上课时 你可以用它 让手自由 不用再记笔记了 我最近没机会发挥我的幽默感 但你会发现 它还在这里 这是一个我不想说再见的那种夜晚 但我还是要说 而鲁博请听从我的忠告 所有的忠告 晚安我的小鸡们 晚安赛斯 十一点四十一结束 1964年3月2日星期一 鸟之雕像 两只两鸟飞来飞去 在地窖画廊的窗户 那铁护栏的水槽后 我经过 一只嘎叫着 我停住 我低头一看 看到两团黑色的毛绒 毛绒的鸟仰头盯着我 惊恐地看着我逼近的身影 周六 警方已将它们击毙 公众喜欢自己的艺术捷径 所有的防害都有同样结局 杀戮是我们对问题的答案 共有四只死鸟 像雕塑的形式 坐在无声的展览中 在画廊外的草坪上 展览向公众开放 却不见任何人来 可以悬挂鸟的话 我们只杀俗的鸟 太不显眼 太过躁 太有活力 盎盎然 体质当权 兴兴然 整棵树的鸟群 全被子弹扫过 两只被困 受伤 但还活着 只能嘎叫 明天它们将成为鸟之雕像 在画廊的道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